现在到了巨鲁鲁 然后是我之前逛过那个嗨嗨Vintage 然后我又来了一圈 大家记得反正挂中古中速牌子的话就OK 那这边一样是很震惊的黑银黑金系列 经典的Chanel 那他们的牛仔可能卖掉了挺多 之前这边不都是牛仔的包吗 现在都换新 哎哟 金主妈妈喜欢的呀 这个 她背了我的那个小相机包以后 哎就很喜欢这个 这个系列哦 这个是大迷你 哎哟有的吗 可以可以 这个已经是议价超级高的 我记得当年美国都要一刀七千美金这样子 看一下现在还有什么特别的牛仔款 没有 这边去的话牛仔包卖掉了挺多的看来 然后这一个小的很受欢迎的最近系列 他们也有进 刚才我进门的时候看到全系列都 等一下给大家拍一下 哇这里进货真的超级全 我刚刚有看到之前我喜欢的一个粗花尼双肩包 然后他们收来价格不同会 售价也会不同 那这里就是手势吃 这一边最近的季节款二很多很多个 那这个就是现在最火的牛仔系列 基本上感觉都有 这个包我前面背了一下我给大家贴一张上身图感觉比我看到别人的上身图要好看一点 它链条很长我把整个包拖起来一点好看很多 然后这双肩包好喜欢 我前面问叔叔这双肩包像不像我的包 他说颜色太深了 我说也有这个颜色 然后一下就觉得无法反驳 但是比较贵嘛就算了也没有很差这一个包 然后这边就是一些中古的款式 哦他们徽装款也进了好多个 然后牛仔款这一边也出现了一些 哎这是我当年看的一个布的吗 我居然还在哎 哎因为我那年看的这只还在吗 是同一个吗 这个我反正也蛮喜欢的 然后漆皮系列 哎呦 但是我没有在这儿看到那个漆皮双肩包 那个据说二手市场的价格很疯狂 原来他们只有牛皮的款式 这两个 漆皮的没有对吧 漆皮的也有 价格很高 嗯 10左右 9万多 太夸张了今天 对 那牛皮的呢 6万8 哦牛皮比漆皮便宜很多 这个包 火的有点吓人 然后上面还是一些中古款为主 哦这边LV的款小盒子也有 还是一些Chanel的大包包 哎最近31的价格会上去了 有 因为翻厂了对吧 对 因为翻厂真的也够 哦 然后进来的一个区呢还是有很多很特别的款 这一只就是我之前看上的一个粗暗的双肩猫去欧洲都没找到 他们这边有两只现在现货 哦 哎呦哎呦 这张好像挺好看的 我看一下 这个羊毛款好像之前看上过 哎这个 这个能 帮我拿一下 哦这个羊毛款哎 粘布的 哇 哎我之前有看中过这只 一直找不到 哇好好看 它是可以戳松针的 但我有一只全皮款的也是走这个线 大概九几年的 刺感不一样 对对对 但是我更喜欢羊毛的 羊毛粘的 这只多少钱 我看到了时间早 我看到人家卖两万左右 但是没有 不可能两万左右 对对 我知道了 好的好的 哦 有点买不起 哦可是好好看哦 这只我很早之前收藏过 但我收藏的时候 那一只已经被卖掉了 哦它的这个橙色好新哦 这大小有点类似于放胖子 比大迷你小一些 天哪 我觉得比我那个全皮款好好看哎 哇塞 这只好好看 等一下给大家拍个上身照 再弥补一下我的遗憾 这这好贵啊 现在 对对对现在好贵 因为这个材质太特别了 它是呢 它带一点细羊毛的 对对对 哦这个这个很好看 我当时在网上看图 我就一眼看中这些 你也会买中国的是不是 哦买买买 我那一年21年回来的时候有买 买了一个机场 系列的粗花泥 嗯 那个很少现在 对对对对 那个比较特别 那个算粗花泥里面比较中性风一点的 哦对的 嗯 机场包也很实用好 哦对 旅行袋挺好的 像流行这种宝宁的 宝宁球包是吗 这一款我第一次看见 好亮的颜色哦 这个太大了 叫麦当劳 它外头是一个蓝色 马卡龙蓝的 还蛮特别的 第一次看见这个款 它的链条也很特别的 是这种压制的 哦好粗一个 什么时候大包流行回来这个 再行 我看上面 哦你们这个Duma也卖出去好多 我之前记得什么颜色都有 嗯对是的 太好卖了大概 那这边都是一些比较特别的Chanel的款 挺难厚制的 看下背面这个柜台 它们拇指包真的超级齐全 上面是粗花泥的 下面是皮的 然后看这种金属色的都有 那粗花泥呢 这个是黑白的 这个是蓝的 这块蓝的我好像第一次看见 还蛮清新的这个颜色 哦还有个毛毛款的拇指包 一个绿的粗花泥 粉的粗花泥 哇这里的拇指好像比上次更多的感觉 哇真是挺可爱的拇指包 最后我们看一下爱马车的款 其实很多款它们外面没摆出来 比如我刚刚问的cargo啊 包括如果你想找这种全新的黑影波金 它们都有这两只不知道是不是全新 看成色看上去都很好 我问了一下现在黑金的行情要比白金更高 而且高不少呢 就黑金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涨上来了 店员跟我说黑金已经是自称一个体系的价格 真的超级高 但如果喜欢白金的同学 可能现在入手会更合适一些 你看这种黑金的菜篮子 迷你领底都单独放了 甚至来说全新的黑金 白金跟cargo都差价不是很大了 现在反而cargo的行情都下来了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小区 这边会有一些特殊皮的 就比如说鳄鱼皮啊 这种已经绝版的Chanel特殊材质 它们这边也有收藏 还有爱马车 哇这个是超级小的堡垒吧 比那种mini的还小 像macro的材质 卖那种非常小的 macro的Kelly macro的Constance 它们都还有 好像大耳朵都已经不见了 可能全部卖掉了 哇塞 还有14的菜篮子 后面就是专柜出的小花 这个应该就是vintage的唇色 如果专柜出唇色 我觉得买个小孩玲玲还蛮可爱的呢 真是前两期的那种珠宝一样的款吧 但它们应该是vintage 好这家店啊 第二次回房就到这里了 我最后走的时候 看到这样一个很可爱的洗漱袋 不到2000块钱好像 这个是毛巾材质 还蛮可爱 但是就完全不能背 你最多装一根袋子把它手持 里面不是皮的吧 里面不是皮的吧 就肯定不是皮的吧 里面还真是皮的 哦是皮 还有雷射的 真的啊 透明的里面啊 哦是的 那是什么年代的款 03年 哦 还蛮可爱的这个 真的只能当个手拿包用 看它logo很可爱 拉链这种 这样 诶 这只蛮可爱的 下雨送我高 在这家店里不容易 可以 现在天已经黑了 哎呦 我走到了小花中古市 巨鹿鹿八百四十五栋十号 可以往里走一点 有个HANA Vintage 看我门口有一个好可爱的 不知不得翻布袋 诶 可爱吧 小花 店铺进来哦 他们有一个小坡 上面居然放了好多 爱马仕小尺寸的包 诶 这个是我的那个奶丝粉的 Kelly Poche 还有大象会的金扣 mini Kelly裙 奶丝白的Kelly2go 还有个像雾霾蓝色 应该不是冰川蓝 哦 还有Vero 什么都有 哦 这个应该是一个气泡绿 所以它这一排就挺好看的 叔叔在门口跟人聊天 他已经无聊死了 我在逛那么多中午店 哇 这里的爱马仕还挺多的哦 可以来看一下 然后旁边一墙呢 是Chanel的包 这一个一看就是中古包的感觉 就是比较Vintage那种 扁扁平平的皮质 那小坡的下面呢 是一些Vintage的Chanel首饰 但也挺多的 反面的一层呢 也是很多Chanel的款式 包括我的那小相机包也有 下面是一个黑白的康蓬包包 这边感觉就是中古款为主一些 就现代款没有那么多 哦 不错了 它也有这个 金球牛仔吧 你看看有没有球哦 Aaa 感觉是有的 嗯 对 金球牛仔 那小花这一边的话 你看这里也是有CIC的标志 然后会挂他们小花自己的吊牌 因为小花是一家很有名的中古店 哇塞 我看到我的流浪包大号 大号的话会相对旧一些 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买小号 然后这边选到陈列大概就是这样子 嗯 右边去呢是一些小包围主的 还有颜色也会活泼一些 白色粉色 这个是羊皮款的大迷你 嗯好像牛皮款没有怎么看见 我还是更喜欢我早些娘买那些牛皮款 就是比较坚挺 用不太久很耐用的感觉 那这一种小包包 现在我觉得这种小皮具可能去中古店逃 会便宜一些 因为官网的价格越来越离谱了 那还有一些特别的绿色 这军绿色boy还挺酷 然后一个牛仔的22 上面就是一些黑金的包包 那一楼的里面呢还会有一些中古的衣服 感觉Chanel的这种粗暗的材质还挺多的 这里还有一些Fendi和Burberry的管 那Jimmy也抢走过去之后 我们就上一下二楼 这就路过刚刚我拍的 那是全是经典色 金刚色都有 我感觉上这个是西系绘 这个是基云与绘 放在一起有一点差别的 那一路走上去 这个装饰我也蛮喜欢 哇 上面就像在那种花草丛综的感觉一样的 哇好漂亮啊这里的装修 我觉得大家可以过来打个卡也不错 那这个镜子 是不是装的挺好看的 那墙上稍微挂了一点点Fendi的款 我们再往上走一点 嗯 奥楼的装修我也挺喜欢的 这边陈列了一些小娃娃 然后拎着迷你的微缩型的包包 放了两只比较特别的包 一个草剑迷身的合作款 一个超大的圣尼奥足球 也有可能是篮球吧 分不清楚 这一边呢就是一些LV的包包为主 这一排感觉都是中古款 然后这一区也是中古 那中间跟上面一点就是现代款 然后包括这个蓝天白云的系列也在 这个是之前的一个扑克牌系列 这一区的对面呢依然是很多的LV款 现代的中古它们基本上是要滚放在一起吧 哇塞 这个系列的颜色我很喜欢 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手机包也是这个 军绿色的系列 我觉得我很喜欢很喜欢这个配色 但是大包的话用不少 哇 这个颜色好酷 我觉得男生女生都实用 这里的话是一些特别的陈列品吧 还有像是那样的遮脸包 其实基本上每家中午店都看到了 都会有 这个好精致的小盒子 看一下 超迷你一个 然后再往上走到三楼 这一区的话就是一些其他牌子的宝宝 迪奥 斯林什么的 主要现在这五地还是L16 艾拉斯为主 其他品牌都会被归类在一起 现在再上一层楼 上面就是有顾客局部了 那就到刚才迪奥的那层为止了 最后可以在大众点评上打个卡 领一个这个小包包 我觉得蛮可爱的 我想领个黄色的 它就在这面印了LV 艾拉斯试料 版面是一个小花中古的logo 那我们小花中古的打卡就到这里了 很久不就ется 谢谢大家 我们在这里 没有东西 我还没看到 给我们 您で